熊孩子清空老爸七万购物车,结局亮了,网友一时快乐坑了自己,上班的时候,忽然收到一条条的收获短信你会啥反应,近日山东的一位家长就碰到这样的情况,打开购物网站一看自家的购物车居然被清空了,回家一问才发现是自己孩子做的,咋办? 二日,山东围方一六岁孩子趁家长看电视的时候,偷偷地清空了爸爸手机上的购物车,最后一下子花了七万块钱,等到发现的时候大多货物都已经到了,一下子花了这么多钱,虽然最后解决了,但是该有的惩罚却不会迟到,于是孩子的结局就很灿烂了,会在自己买回来的东西面前反省,可以说小朋友一时快乐结果坑了自己,这个结局亮了,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花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